今天就会讲Gauss-Jordan-Elimination 这是一个化解线性代数的方法 开始的地方就是Elementary-Role-Operations 有三个operations是不会影响一个augmented matrix所代表的方程组 包括换行,你将一行成大或成小,只要不是成零 以及将一行的倍数加到另一行的倍数 这三个operations这三种改变都不会影响一个方程组 我们上一次就讲过为什么 我们上次也有提过 你可以用Elementary-Role-Operations化解一个方程组 如果你有一个线性的方程组 我们基本上要化解的东西就是 就是将其中一条方程式成大成小 然后加到另一条方程式 做得够多次就会化解到方程组 如果你是用一个augmented matrix 同样你就是将一行成大或成小 然后加到另一行 这样做得够多次就会化解到系统 这样做的方法就叫Gauss-Jordan-Elimination 我们用例子就是这个方程组 有三条方程式 它有三个变数的xyc 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先将方程组 用augmented matrix去代表 这个做法就是将你每一条方程式的coefficient 和constant term 照次序写在matrix上 第一条equation 这里是x-2y加3c等于9 你写下去就是1-2-3-9 第二条equation是-x加3y-4等于-4 最后一条是2-x-5y加5c等于17 写下去就是2-5-57 只不过是将coefficient和constant term 照次序写下去 你做了这一步之后 你跟着想做的就是将augmented matrix 用elementary role operations去简化 我们第一个简化的步骤就是想将它们 第二条和第三条方程式 即是第二个role和第三个role 代表x的 coefficient 将它变成0 那我们的做法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做的方法就是 将第一行加到第二行 这里可以看到 我就将 你对一对就是 1 第二行加1 就是第一行 减2 也是上面 3 也是上面 加9 也是上面 再加上去 我们做的就是将 第二行的第一个 coefficient 整走了 变成0 第三行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将 第一行 乘负2 再加到第三行 即是变相 第三行减2 乘第一行 你看到 原本第三行是 2 减2变成0 接着 导致5 减2 乘2 减2 即是 加4 变成 导致1 如此类推 你就会 算到 0 导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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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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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3行的头1 coefficient 目标是想弄走 第三行的第二个coefficient 代表y的coefficient 这个coefficient 如何可以弄走呢 其实做法很简单 你看到 因为第三行是导致1 第二行是1 你将 第二行加到第三行 那你就会 没有了 第二个coefficient 就变成0 所以 要做的就是 第二个road 加到第三个road 那就是 你 导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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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2 导致2 导致1 导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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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 你看到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 C 是什么 因为 前面两个已经是0 第三行 剩下那两个数字 一个代表C coefficient 一个就是Constant Term 所以 有2C 等于4 只要除2 就知道C 等于2 这样你用back substitution 代数进去 由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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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知道 Y加3C 等于5 我们知道C等于2 代入Y等于1 最后 最后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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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减2Y 加3C 等于9 这样 又是 代回C等于2 Y等于1 结果就是X等于1 那你就化解了方程组 如果不用代数 行不行 其实是可以的 你可以继续用Elementary Role Operations 去运算 那么 要做些什么呢 如果要做些什么呢 如果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希望 将 Augmented Matrix 选回答案 第一步要做的 你可以考虑 第三行 除2 第三行除2 就是0012 即是 代表C等于2 所以这就是你想做的 如果这样做 R3除2 然后 下一步 你想将第二行 由0135 变成010 某些东西 你做的就是 R2 减3乘R3 那你就会变成010-1 最后 你要做多一步 就是第一行 第一行 第一行要做些什么呢 第一行要做的就是 你想由1-239 变成1001 你要做的就是 R1 加2R2 加2R2 减3R3 你发觉结果是010 sorry 是要出来的就是 1001 你看到 如果这样做 最后出来的 augmented matrix 是1001 010-1 0012 这个其实是答案 因为第一个 coefficient代表X 所以第一个role 1001 就是x等于1 第二个role 010-1 就是y 等于-1 最后一个role 0012 就是c 等于2 那就完全化解了 这个已经是答案 大家看到 其实 你要去到这一步 你也要做多好几步 不见得会被用 back substitution 快 Gauss Jordan Elimination 这个过程 用两个人的命名 Gauss和Jordan 究竟他们是谁 是 Gauss是 Johan Karl Friedrich Gauss 他是一个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的德国数学家 他被视为历史上三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伟大的数学家很多个 不过传统来说 最伟大的三个就是 阿基米德 牛敦 和Gauss 因为他们贡献的东西 都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Gauss 作为一个最伟大的数学家 他有很多的贡献 而有一个特别令人深刻的故事就是 相传他在8岁的时候 他就找到由1加到100的那条方程式出来的 哪条呢 就是如果你要由1加2加3加… 多多多多多 一直加到98加99加100 那这个等于什么呢 现在你们可能在学校已经学过一条方程式 如果由1加到某一个数字 你要用的方程式就是 你应该记得 例如1加到100 就是1加100 乘100 乘100 随2 这条方程式 你现在已经学过了 但是 这条方程式是怎么来的呢 在Gauss 他相传他8岁的时候 他应该是回小学 他小学老师 就不知为什么 那天可能不太想上课 于是叫学生 你们自己 好了 计加数 由1加到100 慢慢计 所以他想着可以压些时间 谁知道Gauss 在很短时间跟老师说 算完 老师说你不是说笑 找笨 哪有这么快 结果他计出来是对的 他如何找到方法去计 他找的方法就是这样 他留意到 如果由1加到100 第一个数字和最后的数字 加上是101 1加100是101 接着 第二个数字和最后的数字 2加99又是101 第三个数字 最后的数字 98 又加上101 如此类推 那总共有多少个101 50个 所以 加上101乘50 你现在学了方程式 你觉得我很合理 问题是 你八岁的时候 你有没有可能 自己想到这个方法 Jordan就不太出名了 Jordan Wilham Jordan 他是19世纪中 到19世纪末的 一个 German 一国的Geodesis Geodesis是什么呢 Geodesis 就是研究 和 恒星相关的数学 为什么会有这些数学家呢 其实 你想想 以前的 你如果想了解 地球 太阳 月亮 等等 你用的数学 才可以知道很多知识 例如地球有多大 月球 离地球多远 等等 很多知识 很多知识 在古时 人类都已经知道 虽然那时候没有卫星 没有电脑 没有相机 什么都没有 但是 你凭一些很简单的观察 你可以用数学去计算到很多资料 例如地球的大小 你可以用地面的距离 陰影的长度 日头的角度 可以计算出来 所以 由于股市开始 已经有数学家专长计算 关于恒星的数学 今时今日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数学 比如重力的影响等等 都是与恒星相关的 我们等一会 在今天最尾的时候 我们也会讲一讲 为什么 线性代数 对于研究恒星这么有帮助 在刚才的例子里面 有化解的时候 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们化解到一个程度之后 我们就用back substitution去找到答案 另一个我们可以继续用elementary role operations 直至将整个augmented matrix 变成答案为止 这两个方法分别叫做 Gaussian Elimination 和Gauss-Jordan Elimination 我们两个都讲一讲 详细一点的内容 Gaussian Elimination 就是要将augmented matrix 转成这个Action Form Action Form以下一个例子 有什么特别呢 Action Form第一个要求就是 如果有一整行是零 它要放在最下面 所以any roles with all zeros goes to the bottom 在我们的例子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不需要处理这件事 如果有的话 要将它全部调到最低 第二个要求就是 任何不是零的 coefficient 每一行第一个 一定要在最上行第一个的右边 A在最左边 B在A的右边 C在B的右边 这是第二个要求 D coefficient 第一个不是零的 coefficient 要这样斜向右下角落 为何我们想它的 coefficient 原因就是为了最后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 你叫做00CF 这个我们刚才例子也见过 到了这个阶段 你马上知道最后一个变数 就是F除C 那你就会有第一个答案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back substitution 再上一行 你就可以 我们刚才的方法 找到Y 再上找到X 如此类推 所以如果你 用Gaussian Elimination 将一个augmented matrix 转成这个edron form 当你的第一个不是零的 coefficient 全部由打斜牌 由左上角到右下角 你可以的方法 是可以 一直由最下低的一行 反过来 向上 化解所有的变数 就算你有很多方程式 都一样这样做 Gauss-Jordan Elimination 就更进一步 将augmented matrix 转化到reduce echelon form reduce echelon form 比起之前那一页的 Echelon form 的分别在于 第一 就是 第一个non-zero coefficient 不是零的 coefficient 不单止由左上角斜 到右下角 它还要是1 这里有一件事要提一提 就是 这个要求 在我们的货本里面 edron form 都是要这样的 不过 有些其他货本 就不用的 所以 第二个requirement 在我们的货本里面 Echelon form 应该有的 第二个分别 就真的 就是 只有reduce echelon form 才有 这个就是 如果 你有一个column 里面 有一个 non-zero 的first coefficient 那 整个column里面 其他的 数字 都要是零 所以 第一个column 第一个column 是一零零 因为最顶 已经是一 所以其他都要零 第二个column 是零一零 因为中间的数字是一 所以上下也要零 第三个column 就是零零一 所以 这个要求 不单止 你 要是 下面 那些是零 上面 都要是零 所以这个分别所在 Echelon form 它只需要你 左 下角 是零 reduce echelon form 是连 右 上角 如果我画了三角形 你看到 右上角 都是零 你看到 这样的 叉是零零零零零零零 electron form gewesen quell0 tai 是 尉 точ 01f就代表C等於F 所以答案已經在 當然,這個不好處就是 要來到Reduce H1 Form 其實要很多步 你想想,右上角的 Coeficient 全部要減到全部是0 中間那項Coeficient 全部要除到1 其實是多了很多步 所以如果用我們人自己來計算 可能真的被你用Gaussian Elimination停 然後用Back Substitution是慢很多的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好處呢? 這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是被電腦做 對它來說,電腦加減是一個很容易做的事情 對它來說,你要教會Back Substitution可能更麻煩 所以在電腦做,他們可能就會用Gaussian Elimination 所以不斷加加減減減減,做到得出的結果為止 這裡列出所有的形態 最頂就是那個 原本的方程組 然後Rock就看到那個 Meta Matrix將你的Coeficient和Constant Term 照次序抄下去 Echilon Form就是用Gaussian Elimination做出來的結果 Reduce Agilent Form是和Gauss Jordan Elimination再進一步做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一個分別,就是打斜那行第一的first coefficient 以及在右上角的數字的分別 有兩個情況要特別注意,第一個就是這個例子 例子裡,x-2y-3c-9-x-3y-4 有什麼問題? 問題是只有兩條方程式,大約有三個變數 沒有足夠的資料去化解所有變數的值 所以部分的值是不知是甚麼,即是甚麼都可以 這個情況就是有many solutions 即是有多過一個,甚至是這個情況是無限多過 因為由其中一個變數,你塞甚麼數字都可以 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將它轉到augmented matrix 你會發現一個情況就是 augmented matrix的Number of Columns 是會比Number of Roles加1更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你會看到Number of Roles是2 Number of Columns是4 所以4是比2加1更大 在這個情況下,你會有機會出現有很多很多答案 沒有一個特定unique的答案 沒有一個特定unique的答案 這個可能就是 你會出現的情況就是 爪眼下去 沒有甚麼問題 就是你看到3個Roles 4個Columns 好像沒有問題 代表了有三條方程式 問題就是 最後一條方程式是0000 當然你說 怎麼會有人把0000寫去方程式 你一見到就知道 這就沒有意思 對的 的確沒有人會這麼傻 自己寫的0等於0 不過 有些情況出現就是 你的方程式是重複的 例如我這裡有一條方程式 額外的方程式 就是 負2x加6y等於負8 如果這樣寫出來 你不留心的話 你可能就會覺得 對的 有三條方程式 但問題是 這條第三條方程式 我剛剛寫下這條 只不過是第二條的乘以 所以其實都是同一條式 你是沒有多資料的 如果你這樣把這三條方程式 寫到augmented matrix 你開始用elementary role operations 你會發現 其中一條式會變成0 就是這個情況 0000 這就代表告訴你 其實 你那裡根本上 沒有這麼多方程式 另一個可能就是 沒有答案 例如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很明顯 因為第二條很明顯 0是不可能等於-4 0就是0 負4就是負4 兩個是不相等的 所以就是沒有答案 又來了 哪有人會這麼蠢地寫下 沒錯 是沒有人會這麼蠢地寫下 沒有人會這麼蠢地寫下 如果出現什麼情況 就是可能 你那個方程組裡 有以下的例子 就是有x加2y等於9 以外另一條方程式 可能是x加2y等於5 如果你仔細看一看 x加2y等於9 x加2y等於5 你都留意到應該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x加2y就是x加2y 它沒有可能同時等於9 又等於5 所以說 這樣也看得出 如果再乘2 2x加4y等於10 現在你不小心看 可能你就留意不到 一條equation是x加2y等於9 另一條equation是2x加4y等於10 你不留心的話 可能你覺得 兩條方程式 兩個變數沒有問題 但原來 這裏本身內裏 是沒有可能兩個方程式同時成立的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如果你將x加2y等於9 2x加4y等於10 兩條方程式 寫下去的augmented matrix 你用elementary row operations 去改變augmented matrix 最終你就會出現 我們現在的例子 出現其中一行是00-4 那就代表沒有答案了 Gauss和Jordan找了這麼有系統的方法 去化解線性方程組 非常之好 一個真是偉大的發現 不過 原來我們中國人 比他們早2000年 已經懂得用這個方法 我們怎麼知道呢 因為有一本中國古代著作 叫做《九章算術》 就是在公元前十世紀到公元前兩世紀期間成形的 《九章算術》 顧名思義有九章數學的書 如果你想想年代 如果真的到十世紀之前 公元前十世紀 即是西周的年代 西周年代是武王佛咒 姜子牙的時期 即是封神榜的時期 而公元前二世紀 就是西漢時期 我們不會太清楚實際的年份 因為我們當然不會有原本的書 我們只有這本書的複本 因為有後人 有超過這本書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存在 實際上哪個作 什麼時間寫下 我們不是完全清楚 不過 無論如何 我們知道 在公元前兩世紀 已經有這本書 而這個 相比起生屬於十八、十九世紀的 Gauss和Jordan 無論如何都做了二千年 《九章算術》裏面 和我們目前的題目 最相關的是卷白 卷白的題目是方程 這個很有趣 因為方程 我們今時今日會譯作什麼呢? 我們如果譯作英文 應該會譯作equation 方程式 方程會譯作equation的原因 是因為方程在九章算術出現過 因為這一章裏面做的事 是 線性代數 所以我們就會是方程式 但是當初 為什麼它會叫做方程呢? 這個 都不是很清楚 方當然是方形 就是square 程可以是measure 或者可以是unit 即是和量度有關的情 方程是否代表量度和方形有關的東西呢? 可能是這樣 或者是因為你做線性代數的時候 你將數字記下來 會是一個方形 等一會兒 我們可以再說一說 他們股市會是怎樣運算的 這本數學的課本 當然會有問題 其實旁邊就是第一條問題 這是一條問題 他問什麼呢? 這個時候 你就應該慶幸自己 中小學的時候 有讀文言文 如果沒有讀文言文 可能真的會看不明白 這個問題是在問農作物的產出 我這裡打出來 也有英文版本 如果不懂中文的同學可以看到 他問的就是 你現在有三種農作物 有質素優良的農作物 有一個質素普通的農作物 和質素差的農作物 就是上和、中和、下和 每種不同質素的農作物 產出的穀物數量會不一樣 上和應該是最多 下和應該是最少 如果農作物收了回來 你就把它打光 打光之後 數一數 那些穀出來有多少 隨著的比例不一樣 三種農作物的比例不一樣 出來的穀物數量都不一樣 所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 上和三丙、中和二丙、下和一丙 實三十九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上和二丙、中和三丙、下和一丙、實三十四豆 最後就是 上和一丙、中和二丙、下和三丙、實二十六豆 問上、中、下和、實一丙、各幾何 所以你有三條方程式 三個變數 這是線性代數的問題 而他的很實際用途就是 計算農作物的產出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古時候的數學都有很多實用的特性 如果不是做什麼要計算呢? 作為一個教科書 當然有教你怎麼做 這就是那個 instruction 教你怎麼做 你會看到很長很長 因為這個版本是後來的後世的出版 特別是有很多細字的註解 原著上面應該只有大字 所以就是 術、若、至上和三丙等等 才是原著的 我們就會跟著原著的指示去做 這就是 古人當然沒有計算機 甚至也不會有阿拉伯數字 那他們怎麼做呢? 如果不知道你中小學的時候有沒有學過 應該是小學 就是 古時中國會用 一支支牙籤的 一支支的乾仔去數 如果你在小學的時候 有學過 古代的中國數字 可以是 一、二、三 不知道是怎樣 代表什麼 有這些 中國古代數字 沒錯 他們當時是這樣寫 因為這樣是代表 數東西用的乾仔 所以用Counting Rock 然後用這些乾仔 他們就可以用 Gaussian Elimination 我們怎麼知道 他們在用Gaussian Elimination 就因為 以下的指示 我這裡寫了出來 但是我後面 都已經有 所以我們下下一頁 就開始逐步逐步做了 方程術若 至上和三丙 中和二丙 下和一丙 實三十九斗 於右方 中 左和列 於右方 這是做什麼呢? 這純粹就是告訴你 將你的方程式排出來 它的排法跟我們現在做不同 我們現在做的方法就是西方的做法 每一條方程式就是一個Row 一行一行 在中國古代 它們是打直的 所以看到 它原本第一條方程式 它叫你放右邊 第二條放中間 第三條放左邊 它是打直的 不過為了配合我們現在用的做法 我純粹把它用回我們常用的方法 第一條方程式放最頂 第二條放中間 第三條放底 你看到 我將它們的方程式寫下來 上和三丙 中和二丙 下和一丙 共三十九斗 放最頂 然後如此類推 放好了 然後指示就說 以右行上和 編成中行 以直除 這裡要小心的就是 除字 除字的意思是 減的意思 不是除數的意思 是減 所以它要你做的事情就是 將 第一條方程式 第一條方程式 的 上和 那個數字 就是coefficient 三 乘下 乘在第三 第二條方程式 乘下 乘下 7 23134 變成693102 然後 要減 第一條方程式 中 減到第一個 所以最後要減兩次,由693102變成05124 將由第二條方程式減到第一條方程式 又成其次,亦以直除 意思就是重複剛才做的事,幫最後最後學 我將第三行乘三,再減回第一行 乘三的原因是第一行第一個 coefficient是三 所以乘三,再減回第一個,減到零為止 如果你到這步,你會發覺做的事和我們剛開始的 Jordan Elimination的例子完全一樣 目標是將第二條方程式和第三條方程式 最左邊的 coefficient變成零 我們現在做了 而以中行中和不盡者,變成左行而以直除 這是做甚麼呢? 它的意思就是,你搞定了第一行,你就開始搞第二、第三行 你把第二行中和,即是中間的質素那種穀物 那個 coefficient 5,乘到最後的方程式 所以變成第三條方程式 由04839乘5,變成02040195 然後又和剛才的方法一樣,減到第二條方程式 減到中和的 coefficient是0為止 所以要減四次 因為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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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0 所以看到02040195,變成003699 左方下和不盡者,上為法下為實,實即下和之實 這個意思就是,你剩下的兩個數字 剩下的兩個數字就是,你有36和99 一個就是個份母,一個是個份子 一個相隨另一個得出就是你下和的產量 二有三分之四,二有四分之三 求中和,以法成中行下實,而除下和之實 那這裏做甚麼呢? 基本上到這個階段,你已經可以用back substitution 這裏他想要你做的事應該是一樣的 就是你利用中和,即中間的方程式 即中和之實,就是四有四分之一 就是中和的產量 就是中和的產量 最後上和,求上和亦以法成又行下實,而除下和中和之實 即是和你剛才一樣,就是你把第一條方程式 即將constant term,減去下和中和的產量 成以他們本身的第一條方程式裏面的 coefficient 所以變成39,減2乘4有四分之一,減1乘2有四分之三 然後再除下代表上和的 coefficient 就是三 所以得出的產量是九有四分之一 又是一樣,如如上和,丙數而一,即上和之實 就算到的產量 最後,實加如法,角德一斗 就是你出的結果 我將整個程序再編一次出來,有需要就可以看看 答案是否正確呢? 作為教科書當然有答案 所以本書有答案 上和一丙九斗,四分之一 中和一丙四斗,四分之一 下和一丙二斗,四分之三 就是和我們剛才介紹的一模一樣 我們來到最後一個應用 就是curve fitting 就是把線穿過點 那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想像你有一幅圖 XY 有些點 如果有些點,你想用一條線穿過它們 可以怎樣呢? 有些今時今日簡單 你用Graph Calculator 或Excel 按一個按鈕 它會幫你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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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穿過了 但它是怎樣做的呢? 它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如果沒有Excel,怎樣做呢? 其實Excel現在用的方法 是古人也懂的 就是用線性代數去畫 原來如果你有四點 你就可以用一個Degree of Three 去穿過它們 如果你有三點,你就用一個Quadratic Equation 穿過它們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一條線穿過它們 古人為何會想找一條線穿過那些點呢? 古人其中的用途就是 他們想觀星 在古代的文明 很多都視天上的星象為神明 或者吉祥之兆 所以預測星象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通常是很聰明的人去做的 預測星象 你需要預計星星會怎樣走 這就是根據你觀察到的星星位置 穿條線過去 用來預測它們哪裡出現 所以這是古人會想做的 做的方法其實也不困難 但我們今時今日來說是非常容易做的 我們用來做例子就是這幅圖 這幅圖有三點 我先畫這幅圖 1,2,3 然後Y-axis有4,8,12 第一點是14 第一點是x是1,y是4 第二點是20 所以x是2,y是0 第三點是32 這樣就穿條線過去了 畫的容易 就是2 用的線 剛才說過就是三點 你可以用一個quadratic equation 就穿得過 所以這條線就是y等於A0加A1x加A2x2 這是quadratic 這是二次方程 你可以用這樣畫出來 很簡單 二次方程穿這三點 你都會遇到是怎樣的樣子 就是這樣 U-shape 我們怎樣找到A1,A0,A2這些 coefficient是什麼呢? 因為有三點 你可以用三條方程式 三條方程式就是 第一條 就是第一點 Y是4 A0加A1x1 加A2x1 square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就是第二點 Y是0 A0 等於A0加A1x2 加A2x2 square 第三條就是第三點 12等於A0加A1x3 加A2x3 square 三條方程式 三個未知數就是A0,A1,A2 要化解 你可以用算性代數 寫一個augmented matri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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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個什麼數字呢? 首先就是代表A0 代表A0 代表A0 就是1、1、1 因為A0、A0、A0 你可以把A0度 視為A0x1 所以這就代表A0 第二 代表A1就是123 1、2、3 代表A2就是二次方 所以就會有149 最後就是那個constant term 就是y 寫下 4012 這完全是一個我們以前已經見過的augmented matrix 你可以化解 其實不是很難化解 你看到也不是很複雜 你會化解出來 最後你得出的結果就是這樣的 就是 10024 然後第二行是010-28 第三行是0018 即是說 你得出來的方程就是 A0等於24 A1等於28 A2等於8 所以如果你寫下 你那條 這條的藍色這條線 應該是 y等於 24 減 28 x 加 8 x square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 用這個 elementary raw operation 自己試一次 將 每一行 乘大 乘小 互相相減 相加 你就應該會得出到 現在我這裡 這個結果 的了 的了